现在我们乘坐的是中国援助老挝的电动车 比亚迪的 挺好坐的 用电的话呢 它的能源消耗是比较低的 然后呢 舒适性也很强啊 你看大看这个座椅 非常的舒适 大看这个窗口 哇 这个视野 这个视野 坐旅游车一点都 完全都可以坐旅游车来使用了 这个视野 非常的棒啊 乘坐舒适感的话真的非常棒 不会有很大的噪音 而且呢 不会特别的颠簸 哇 所以说比亚迪的这个电动巴士在国外真的受欢迎不是没有理由的 这个比亚迪的车是真不错 还可以这样挨着 大家看空间还可以啊 这样脚可以伸到前面 这个我的又一掌一拳伸直 我这样子不可以 空间感 我们的公交车如果有像这样的话就好了 这个公交车是万象赛射塔低碳示范区 中国气候啊 这个是个示范区啊 低碳示范区 下面写着中国元件 这个就是中国元件给老挝万象的这个电动巴士啊 这里可是个充电口 这么大哈 比亚迪客车 非常的舒服啊 真的是非常的舒服啊 坐完了这个比亚迪客车啊 我真的感觉啊 我们国内的公交车什么时候也能像这个一样啊 那么我相信啊 很多人连地铁都不会坐了 这个真的是太舒服了 万象赛啊 其实它一开始是没有公交系统的 基本上都是别国援助的 主要有三个国家 一个是日本 一个是德国 一个是中国 我们先看日本援助的 这个是日本援助的 很旧的 非常的旧 这个有日本的国企业 里面的设施 不用看啊 这种都是日本援助的 还是比较旧的 这个是德国援助的 德国援助的会烧好一些 看上面的座椅 会好一些啊 这个是奔驰 奔驰 看完这三国援助的 这个造了这个汽车之后啊 我还是感觉我们中国比亚迪援助的汽车 真的最棒 坐得很舒服 空调什么的 很爽 很爽 而且是电动 比较节能 对吧 还是我们中国援助的最棒 我也是 这是我们中国援助的 还是我们中国援助的